香港民间联主席、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李慧琼 今年将首次以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参加全国两会 近日他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说 希望利用人大代表身份做好双向沟通桥梁 第一方面透过两会 我了解国家在新局面上一些政策 特别是一些对香港增强发展动能 或者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政策更好的 像香港社会宣港 第二就是我们作为推动香港融入发展大局的一个代头者 我们需要身体力行去推动 李慧琼表示他作为民间联主席 也作为立法会议员能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他相信能够在作用发挥上可以更全面 而且希望在新的时代下 推动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对此他提出两点建议 第三是关于如何进一步推进香港的金融业的发展 香港的会计会计专业 其实在金融中心方面也发挥一个很积极的作用 在台湾区设计一个统一的考试 香港的会计人士可以透过统一的考试 考取台湾区会计师的专业资格 另外一点就关于税务的安排 我们建议进一步优化个人所得税的安排 进一步推动九个城市之间的人才流通 李慧琼认为香港正处于游质级新阶段 特区政府现在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 政团成员也要通过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和不同级别的议员身份 推动更实质的工作 用好这些身份协助特区政府增加发展动能 更好的解决民生忧患实现良政善志 我相信国家好香港好 应该香港的经济比去年一定会由于全面通关 由于国家的经济也会有更好的表现而受惠吧